Hello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 Steve今天不露脸了 数据比较多 不想把这些数据给挡住了 今天来讲2023年7月通胀报告出来了 同比是3.3,环比是0.6 整个市场要完蛋了吗 接下来央行要很快的加息了吗 非常重要 这篇很有意思的,大家看 那首先我们来看 是现在最新的出来的通胀 8月份初7月份的通胀是3.3% 这很严重吗 没有 但是同比有0.6 同比0.6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每个月涨0.6% 一年下来是7.2% 这个通胀算什么完蛋了 接下来要猛烈加息了吗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100%的通胀的项目 比如说food,shelter,household operation,close footwear,transportation 加起来一共是100% 我把这个缩一下 20,我们现在看到2022年的2023年 这个是一个环比 不对,是一个同比 是一个同比 也就是说2023年的7月跟2022年的7月去比 通胀上涨了3.3% 如果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一直跟大家说 现在看同比没有任何意义 直接就看环比 环比比较重要 环比现在在哪呢 0.6% 这次的出来之后 我不是个人 这是个人的观点 我不是特别担心加拿大的通胀的问题了 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了 还差那么一点 这次有几个项是比较surprising的 当然了 如果你只看0.6 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OK 跟2023年的6月到7月 一个月增加了0.6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如果你接下来每个月都是这么涨通胀的话 这个通胀有7.2% 7.2%的通胀 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达不达标的问题了 就是已经彻底完蛋了 那如果你看6月 这个5月到6月的0.1 0.1 那这样子整体的通胀才1.2 已经低了 那当然了 有很多新闻他说 不能加息加过猛了 加过猛之后呢 会造成经济的衰退 就直接就跌下去了 这个就是1990年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吸取了经验了 因为加多了 加的太快了 加的太多了 导致直接就萧条了 OK 那现在这个0.6恐怖恐怖呢 其实还可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percentage还是 我看看啊 把这两个给他说了 这两个我不需要 这个percentage还是需要 也用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一次的 比较surprising的地方 说实话呢 是在哪呢 是在recreational recreational 旅游度假 说实话 旅游度假这块呢 是不是特别的担心 不是 这个呢 大家就明白 现在加拿大这块呢 大家呢 被COVID在家里憋的时间久了 特别是夏天天气好 全都出去玩了 造成的什么呢 造成的 包括大家很明显 可以看到hotel 我在这看 我说瀑布 可以去瀑布住一晚 但是瀑布住一晚的hotel 是多少钱 500 OK 还打算去花瓶岛 但是去花瓶岛 我一看就不对啊 这其他的中间非常小的城市 周末的酒店 一个酒店是500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 非常不正常的 都不打算在国内travel了 因为你去美国 美国的hotel还正常一点 甚至到一些欧洲的destination 他们的这个价格还低一点 比加拿大本土要低 所以说recreational这一块 是非常不正常的 但随着秋天冬天的到来 随着大家的荷包开始变紧 那估计这个呢 它自动也就下去了 OK 那我在其他视频里会提到 现在包括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现在的价格 这个label这方面 已经下来了 我有朋友是在builder做 可以谈到比较好的dual 因为现在construction site 动工的减少了 当然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需要增加供给量 来降低房价 但是呢 现在动工又减少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OK 所以recreation这一块 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 应该就是6月到7月一下子 接下来应该是会往下跌的 跌的 这个呢是占了整个百分之百的 多少呢 百分之十 占了9.92 9.92算出来呢 就是0.2 那这次增加的是0.6 这个是比较surprising的 5月到6月甚至是减0.8的 现在是加了2.1 造成了整个的是上升了 这个呢不是 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担心 不一定对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contribute了0.2 0.6的0.2 transportation占的比例比较大 16% 但transportation是什么东西呢 transportation最主要的是车的价格 油价 保险 public transit 飞机 飞机票价现在是不是涨 OK 车的价格说实话呢 现在并没有降低 但是呢 并没有怎么往上涨了 现在车不太好卖 还有什么呢 油价 但是油价它本身这个gasoline这一块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因为它这个transportation这一块它有这个fuel的这个cost在里面 它contribute了0.2 我过回讲到油价这一次并没有那么担心 这跟很多人说会不会跟80年90年一代一样就是死菜了就完蛋了 不会 我个人认为不会 因为情况完全完全全不一样 OK 还有一个是造成的0.2是在哪里shelter 那shelter这块呢 说实话只要政府愿意 它是可以很快降下去的 为什么呢 shelter主要是包括什么呢 mortgage cost 贷款的interest cost 还有租金 租金呢 说实话呢 跟interest也有关系 那么房东的成本越高 那你在出租的时候是不是也想租的更高一点 所以加上现在很多人的贷款贷不下来 房源不够 他买不到房 他也不想买房了 他需要怎么样 他需要租房 所以说supply少于demand 他的租金就往上涨 造成他这个比较高 所以你要这一块其实稳定下来呢 你就不要加 不要加息就好了 OK 你不要加息 其实这块就可以稳定下来了 但是呢 你不加息呢 其他的东西我们下来 所以呢 整个东西是quite a mess quite a mess 所以这一块shelter这一块 有一点concern 但是呢 主要的concern 还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是在unemployment rate 是在失业率 失业率上来了 那你很多人在city找不到工作 他就要搬走了 那就变成covid的一样 但是呢 这就解决了其他的问题 变成covid的一样 你找不到工作怎么样 你就不能在city里住 你就搬走了 搬走之后呢 你的控制率就高了 控制率就高了 你租金就下来了 那这块就解决了 我先来讲完 为什么对原油这次 不是特别的concern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是几次之前的危机 1979年4月 1980年1月 伊朗伊拉克两亿战争 在短短的六个月 六七个月 油价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造成了金融的危机 金融危机了 好惨 然后1990年到1990年9月 短短三个月 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造成油价翻番 经济彻底不行了 那个时候呢 通胀也是标的不行 然后呢 当然了 就有加拿大自己的问题 他出来之后呢 也是实施了各种的 比较硬的手段 就造成直接把经济 打在打趴下了 这个是 那这一次呢 大家有上一次的经验了 可能不会那么狠 可能不会那么狠 2007年到2008年 油价也是翻一番 那个是次贷危机了 次贷危机 美联储快速的降息 加上市场的炒作 很快 油价呢 当然这个快 跟前面的比还是慢一点 2009年1月的时候 油价就跌回60块钱了 OK 2010年到2014年 油价都是还算稳定 在125 2015年到2019年 油价基本上是在70块钱左右 为什么 为什么 甚至比1990年之前 也不能这么说吧 甚至是比2007年5月之前的油价还要低 并且还比较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页岩油的技术 得到了非常高的发展 成本降下来了 OK 2002年4月 乌克兰 俄罗斯 打起来了 油价飙升 2023年 现在是多少钱 82块钱 82块钱的原油价格 跟2015年到2019年的70块钱 其实没有差那么远 特别是现在 加拿大的油价成本 那我查下来的数据 各种都有 有说33一桶 有说45一桶 这跟2015年的时候比是怎么样 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成本是在80块钱的 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这个加拿大油价开发的成本 已经降下来很多了 我另外一个数据查的是 41块钱它的成本 那说实话呢 原油价格太低 对加拿大这个特别是 阿尔伯塔里面的经济 不是一个好事 原油价格太低 OK 那现在呢 说实话呢 如果是在40块钱左右的成本 82块钱 甚至70块钱 都是有引力的 都是有零利的 对于这个阿尔伯塔那边来说 所以呢 可能是解释了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 冲到阿尔伯塔去炒那边的房 当然那边的房 相对而言 也是比多伦多跟龚哥华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可以理解 这个冲动是在这边的 那这一次 为什么 我个人觉得 包括现在OPEC Plus 他们是在减产 减产 试图把这个价格弄上去 那情况呢 具体会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那可能经济学家 知道的多一点 反正我是不知道 但是呢 总体的压力 是略为偏低一点的 因为我们来看 全球现在原油的开发成本 这个是UK 是53 Brasil 49 美国是36 你跟沙特那边 没有把比 10块钱 伊拉克是11 加拿大是41 这个是成本 那 美国现在 造多少的 全球多少的油呢 14.5% 之前呢 是少很多的 少很多的 但现在呢 是造14.5% 接下来呢 是俄罗斯13% 然后才是沙特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 给乌克兰打起来之后呢 全球这个油价 受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你看这个 除了美国 美国现在是全球 油的开采的top one OK 美国 Russian 沙特 12% 然后是加拿大 伊拉克 中国 我们来看使用量 美国呢 是20.3% 它制造了14.5%的油 用了20.3% 加拿大是2.6% 用的不多 用的不多 制造了5.8% 那它剩下来的那2点几 都去哪儿呢 去美国了 OK 基本上都是去美国了 也就是说 你美国加加拿大的 这个produce 差不多就是16% 17%了 美国是用20.3% 然后接下来是中国 中国呢 也有原油的开采 5% 那剩下的呢 要靠进口 印度 大部分是靠进口 其他的呢 就 比如说 这个日本 他就基本上就不产油了 没什么好产的 包括South Korea 也是不怎么产油 其他的呢 比如说Russian 他用油也挺多 但是制造了13% 靠出口 沙特也是用的3.4% 制造12% Brasil 巴西 使用3.1% 制造3.7% OK 所以你说这一次 现在的这个情况 沙特和OPEC Plus 能不能再非常的轻易的 来推动全球的油价呢 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了 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了 最后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 2023年年底的房价 会比2024年年初的房价 要好的可能性 就是说 接下来往下走的可能性 走完之后 2024年 它要缓慢上涨 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首先呢 是如果我们去看历史 每一次的房价的底点 其实都是出现在加息周期结束之前 它都没有是说 我等到加息加完了 然后呢 房价再跌一会儿 然后呢 房价再往上涨 都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都是出现在加息结束之前 主要的原因呢 是房价它有一定的前瞻性 前瞻性 我们来看现在的房价 那多伦多来说呢 现在呢 从我的数据分析来看呢 它已经甚至有一些价格低的 你就回到2023年非常安全的区间了 你说能不能 你说金融危机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往下跌的更低 有可能 我在下一个视频会讲 这个视频来不及了 但是呢 继续往下跌 离这个floor也差不多了 甚至如果你是看2023年前瞻的话 大家都是前瞻 大家都往前看 比如说 它不加息了 它既然不加息了 那我再坚持坚持 是不是 那现在呢 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最低的了 明年呢 他有可能说 他比如说164万 有人卖了166 那他说我在坚持坚持 我卖168 他慢慢的价格 他就上去了 如果说9月份加息了 我个人认为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甚至我个人都是愿意它去加息的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 说实话 对于房地产来说呢 最怕的是波动 如果大家去看现在RBC 周三 也就是明天吧 明天他已经宣布了 他会再给他的fix rate 加0.15 他已经做好加息的准备了 如果大家全都做好了加息的准备 现在的unemployment rate 其实还可以 不是特别的严重 它八成是会加息 在9月6号议息之前 可能是大家最紧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去算这个interest rate 你从0点 每次只加0.25 每次只加0.25 这个august 对是7.2 每次只加0.25 对mortgage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 那是之前从2.7 加到了7点 加到了7%这部分 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不是说最近这个0.25 0.25的价 其实对于每个月的payment 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最要命的是renew and unemployment rate renew 我下一个video会讲 这来不及了 OK 但是呢 已经压不到了 所以大家其实最紧张的时候 应该是在加息之前 他不知道到底加不加 对不对 那你加完息之后 他这个靴子落地了 消息落地了 他说哎 他加息了 但是我算了一算还可以 那么有钱人是不是他又不卖了 那如果9月份 万一冷不低了 他说 现在呢 这个整个经济不太清楚 那我再等一等 我等几个月看看我前面加的息 会不会有作用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几个东西 他说不定自动就降下来了 那他说 那我9月先不加息了 完蛋 但凡现在这个市场 大家还扛得住 你还记得之前 这个2023年 这会儿他说 我不加息出现了什么吗 市场又开始弹了 又开始往上涨了 对不对 9月份一说 我不加息了 完蛋 这市场搞不定就往上涨了 对不对 你往上涨了之后 你明年1月2月份 如果这个inflation 这个事过去了 那他就过去了 这个低点买入的这个事 就不存在了 是不是 如果他这个事 他不过去 那明年再降下来 他也就是降到这了 那除非出现什么问题 除非出现大范围的人失业 这个我在下一个视频里再讲 好吧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这个是2023年7月的通胀的一个报告 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